作品都是妳 所以妳要寫在中間 所以我今天就幫妳寫一個漏款 比如說這樣 這叫頒款 丁有 這樣對不對 丁有 貴用寫眼睛 知秋 如果這個草索我沒學過 妳就照樣寫就對了 張立 一二 一二三 這樣 張立 再來 這樣 這樣過來 這樣就好了 一二一二三 好滑 我好像寫過嗎 有 我是天天幫妳們漏款 多忘記我是誰了 好 寫得不錯 這個注意一下 妳從這裡 應該是從中線開始 所以妳這條中線 妳不要忘記 血外掉 然後呢 左邊要長 妳不要右邊長 右邊長這就不對了 好不好 好 這個太重了 這個太大了 注意一下 不錯 嗯 這可以窄一點 可以這樣 跑過來 這才好看 嗯 嗯 寫來不錯 但是這個勾不會勾 等一下我幫妳勾勾看 樂藝倫 這些字都寫很不錯 這個不能全真 這只能怎樣 你知道嗎 說筆 因為它不是最後一畫 嗯 因為妳如果這樣可以寫的話 可能寫很長 這裡就 氣都斷了 再重新回來 這個字就不成為 筆順的順暢度就不夠了 好 那妳看一下那個賀 我今天要幫妳寫那個賀跟那個輪給妳看 來 好 這個賀喔 左邊是一個布 是一個聲符 一個聲符 右邊是一個形 是一個鳥布 所以呢 念舟賀是從這裡來 所以日本人寫賀就寫這個賀而已 好 對阿 解那個 右邊的布手 這樣 有沒有 這樣就比較集中到左邊來 好 右邊出去 好 就比較寬了 這樣齁 慢慢的 過來 有沒有 勾起來 一點 第二點點到這裡 第三點點到這裡 第四點點到這裡 好嗎 然後 呃 我們台灣有一個地方叫做武賀有沒有 在花蓮 對對對 妳怎麼知道 我去過阿 我去過阿 欸 五文蛋阿 對對 所以妳看喔 我這邊比較重 嗯 然後要拉到右邊來 阿 再框了一點點 那輪 阿 輪 比較難寫 比較難排 就是兩個部鎖的部分阿 齁 這樣對不對 收一點點底 好 然後呢 這個再出去沒有關係 有沒有 嗯 嗯 集中在 中間的 然後 都很好阿 這個再扣了一點點 好 嗯 下到沒飯了 身體的身不好寫 這樣對不對 彎 變成這樣對不對 來 重新挑一下 出去 拉那麼長也是要吸口氣 欸 要 要 那不然沒有閉氣的話 就像游泳 然後閉氣一下 差點會吃到水 什麼時候要稍微 有一個 那些東西 感谢观看